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今天因为要用到的圣经的经文比较多 所以为了节省翻圣经的时间 我就打印了四页纸 大家不要有压力 如果大家手里有圣经的话 也鼓励你可以打开手里的圣经 很有意思就是说 几十年前的时候呢 手机不普遍 很多教会也没有投影仪 所以教会主日讲道的时候呢 听众都是要翻这个圣经的 所以圣经呢 是通常放在教会的椅子的后面 椅子后面的 或者是放在椅子后面的袋子的里面 或者放在椅子的座位的底下 所以有一个很大的教会 每个星期天都有很多的 陌生的朋友来访 然后牧师在上面 告诉大家打开圣经的时候 很多人第一次来教会 就不知道圣经在哪里 牧师就说 如果你坐过飞机 就在机舱座位的 放救生衣的地方 所以大家如果坐过飞机就知道 原来圣经在前面座位的底下 就是放救生衣的地方 如果你坐过飞机 但是还不知道救生衣放在哪里 那可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飞机如果落到陆地上 当然救生衣也没有用了 但如果落到海面上 水面上 救生衣还是非常有用的 确实如此 那圣经也是我们的救生衣 叫我们在危难的时候 可以有从神来的帮助 感谢神 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 亲爱的恩主 感谢你 在我们当中 把以下的时间 恭敬掌望在你的手中 愿你与我们同在 谢谢主 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今天分享的题目呢 叫 创世纪的这个犹大的反转人生 我们知道有两个犹大 我们不是讲那个卖祖的那个犹大 而是创世纪中的这个犹大 为什么 讲到反转 如果说反转的话 这个词呢 其实不是很规范 但是大家应该明白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说是反转 可以说是翻转 总之就表明 这一个人呢 就是他的生命 彻底地有一个改变 而且在方向上 是和之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放到犹大的身上 就是我们要分享的 我们要了解的 就是他这个人生是怎么样 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180度的反面的一个 反向的一个转变 为什么圣经里面那么多人 为什么一定要讲到这个犹大呢 其实犹大这个人呢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非常的感兴趣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 记载耶稣基督 如果从肉身来算的话 他是犹大支派的 那如果再往前推的话 那也是大卫 大卫又是在这个 耶稣基督的家谱的里面 也是犹大支派的 所以如果你看这个 新约跟旧约 有两个相当重量级的人物 当然耶稣基督 他不能用人物来形容 他是道成肉身的神子 但是这两个角色 这两个出现在圣经里面 非常有分量的 居然都是同一个支派的 就是犹大支派的 如果再往前看的话呢 就是在民书记里面 有一个以色列人 旷野安营的示意图 如果大家仔细看这个示意图 再结合经文的话 可以看到就是以色列人 这个整个的阵型 像打仗一样 非常的完整 那他们在移动的时候 因为他们要从西边向东边 或者从西南向东北 这样来移动 所以最先出发的 就是在东边的 就是我们应该是屏幕的右手边 这三个族群 就是个团队 中间那个叫犹大 然后上面是以色加 下面是西布伦 那换句话说 他们要先走 先走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做先锋队 做先锋队 它最大的作用就是说 遇到敌人的时候 遇到阻击的时候 他们是首先跟敌人要打仗的 所以有句话说 叫犹大要先行 这个是有非常准确的圣经根据的 然后很有意思 犹大 他跟以色加和西布伦 他们又是 又是什么呢 又是同一个母亲生的 就是利亚生的 我们在这里就不展开讲 所以可以看到亲兄弟 当然那个时候是三个部落了 因为当时他们犹大 西布伦 还有以色加已经全部都不在了 但是他们的后代 他们都是同一个母亲 当然也是同一个父亲所生的 所以他们可以一起来打仗 那不但如此呢 当犹大军队在被鼠点的时候 在民书记里面可以看到 他的军队的人数是最多的 大家可以结合圣经上下文看到 所以这里面一定是有上帝 给他的一个特别的祝福 在犹大支派这个里面 一定是神要显明他的一些心意 或者有一些特别的原因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犹大的记载 犹大的记载其实非常的少 有一张完整的 还有其他杂七杂八放在一起 加起来在创世纪里面 应该不会超过两张 创世纪一共有五十张 所以犹大的篇幅 应该说不是很多 如果我们看到他出生的成长的环境 在他的早期描述不多 因为雅各呢 他去到他舅舅拉班那边 他娶了两个妻子 是两个姐妹 一个叫丽雅 一个叫拉杰 然后呢 后来因为一种种原因吧 他又和这个 就是他的两个妻子 又把两个自己的使女 给雅各 让他跟他同寝同房 然后呢 一共这四个人 为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 这十二个儿子就很麻烦 就是说 如果大家 从我们中国的文化就知道 大家族 然后又如果妻妾都有的话 这里面 孩子之间 其实同父异母的情况下 是有很多情况下 是有纷争的 是不平安的 不太平的 在雅各家尤其如此 特别是当这个 雅各最 他十二个儿子里面 后面两个 就是年纪最小的 有两个 一个叫约瑟 他是第十一个 第十二个就是变雅敏 变雅敏那个年龄就更小了 就是小到跟前面的十一个哥哥 差得太远 特别跟前面十个哥哥 年纪差非常的远 但是这里面呢 就是说双生戏里面 就首先在讲犹大之前 就约瑟首先是出现 讲到约瑟他这个孩子呢 因为我们说他家庭之间 彼此弟兄之间是有纷争的 所以约瑟这个人呢 讲话很直接 然后他的父亲又很宠爱他 宠爱他给他做了一个采意 就是这个雅各 所以呢 其他弟兄就很嫉妒他 约瑟呢 讲话很直接 他做了两个梦 这个梦我们就不展开说了 总之在这个梦里面 他的哥哥的 这个砍下来的这个河捆 还要向他拜 然后呢 还有梦见太阳星星雨 月亮等等 都要向他拜 所以这个话讲出来 非常非常冒犯他的这些哥哥们 就觉得这个弟弟 真是好像不但得父亲的宠爱 而且这个弟弟好像太骄傲了 所以他们之间就有很深的一个隔阂 那再往下呢 约瑟就出事了 出了什么事呢 就是当这个 他的十个哥哥在旷野 远处牧羊的时候 然后他的父亲雅各 就叫约瑟去看他十个哥哥 约瑟就去了 那远远的呢 他十个哥哥看见他的时候 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 这是在《创世纪》37章里面 这个经文 这十个哥哥就突然就 有一个计谋 甚至说可以犯罪的一个企图 是什么就要害死他 就是想办法要把约瑟给杀死 然后他们说 他们说我们把他杀了 丢在一个坑里 然后就说有野兽把他吃了 所以他们的计划是这样子 那当然有一个叫刘便 刘便是他们的十二个儿子里面 最大的长子 刘便呢 他不忍心这样做 但是呢 刘便又可能没有办法来 扭转整个的这样一个决定 他就说 不要把他杀了 干脆就把他丢到坑里算了 意思就是说 其实刘便的想法是 等一下回来 有机会再把他救出来 因为约瑟进到那个坑里 很明显他就出不来的 但年纪小 然后力气也不够 坑也比较深 结果呢 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主人公 犹大就说话了 他就出现了 犹大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什么呢 因为他们首先看到 这个有人 有一个做买卖的 以什玛利人 他经过这个地方 经过这条路 要向埃及 犹大就对他的弟兄说 我们把这个约瑟杀了 其实没什么好处 对吧 报了一下仇而已 那不如把它卖给 这个以什玛利人 卖给那个 做生意的人 我们不要害他 他是我们的兄弟 是骨肉 众心兄弟就听从了他 然后他们就把约瑟 二十十克的银子就卖了 所以这里面 如果大家放到现代来讲的话 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陪审团 现在把 假设约瑟已经 他已经去报案了 不管怎么样 反正他出来了 然后报案 报案的话 这个法官要 就这些有一个法庭 把约瑟的十个哥哥都 放到被告席里面 然后来审问他们 说你们为什么这么做 或者说要定他们的罪 那这个时候如果有陪审团 在旁边来看的话 大家可以发现 其实刘大他讲的话 非常的严密 而且可以说天衣无缝 但是他的内心是怎么想的 很难裁透 因为犹大说 他是我们的兄弟 我们不要杀他 还不如把他卖掉 但是呢 如果你作为一个陪审员的话 你就会想 首先一个 雅各家他们 家族还是蛮大的 而且不穷 就是说至少还没有 贫困到一个阶段 说要卖一个儿子来换钱 或者说这些弟兄们说 为了借点钱 把这个约瑟卖掉 所以钱呢 应该只是一个借口 那同时犹大说 我们不要杀他 换一个方法 把他卖掉 这个是不是唯一的选择呢 其实一定不是 因为刘便 这个做哥哥的 他有一个主意 他本来是想 把这个约瑟救出来的 所以在37章里面 如果往后看的话 刘便 他可能走开了 他一定是走开了 他走开一下 回来的时候 发现约瑟不在坑里 他就非常的伤心 撕裂衣服 哎呀他说 怎么办 这个童子没有了 我们怎么办 往哪里去 所以如果我们是 有一个陪审团的话 基本上可以断定 刘便的罪 不是那么重 当然他也是有罪 因为他是参与了 但是基本上 他可以为自己 有一个辩护 但是犹大的这个辩护呢 就很靠不住 应该说 不是唯一的选择 而且在那个时代 把约瑟 作为一个童子 未成年的人卖掉 基本上这个孩子 如果不是死掉 也是 以后就再也找不到了 就有点像 如果两百年前 我们中国从福建 从广东 很多人来到美国 金山来淘金一样 上了这条船 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 就死在船上 到了金山 在这个辛苦的环境下 恶劣的环境下 可能又会死一批人 所以去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已经签了一个 所谓生死状了 所以回过头来看 犹大他如果为自己辩护的话 我们会发现 这个理由十分地不成立 十分地弱 换句话说 犹大的心里面 他还是有一个恶的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察了 所以我是说 我们可以带入 以陪审员的角度 来决定他到底有没有罪 至少犹大他没有想到 用更好的方法 来救他的弟弟 约瑟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 他里面的这样一个 他们的这样一个嫉妒 犹大又主动地 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 然后再往下就很有意思 犹大这个人生 又有一个新的转变 就是他到了要结婚的年龄了 他在《创世纪》的38章里面 他就离开了他的兄弟们 所以很奇怪 就圣经里面对其他的 那几个十几个孩子 描述不多 但犹大这一节的描述 特别讲到说 他离开兄弟 离开兄弟去到哪里呢 去一个亚杜兰的一个地方 叫希拉 那个人的家里 可能给他做工 或者是怎么样 牧羊 然后呢 见到一个迦南人 名叫舒雅的女儿 就娶她为妻 这里面特别大家要注意 就是说 当以撒到了四十岁的时候 没有结婚 然后亚伯拉罕说 要为他找一个媳妇的时候 亚伯拉罕特别对他的仆人 说不能娶这个迦南帝的女子为妻 那以撒之后呢 他的儿子亚伯和以嫂 以嫂当时娶了加南帝的女子为妻 以撒就不高兴 所以他就也特别 包括跟他的妻子利百家 一起嘱咐他们的 另外一个双胞胎儿子 就是亚伯 就是说你不可娶加南帝的女子为妻 所以让亚伯去到他舅舅 拉班那里 去 去那个地方 去看神怎么预备他的配偶 所以圣经里面两个地方明确地显示 就是说神是给亚伯拉罕 以及他的后裔 有非常清楚的指示 不可娶加南帝的女子为妻 但是到了犹大 雅各的儿子 犹大 他就离开他的兄弟 而且娶了加南帝的女子为妻 而且你说上帝喜不喜悦这件事呢 很可能不喜悦 因为都不告诉我们他的妻子叫什么 如果你冷不丁一看 以为他的妻子叫书雅 结果你如果再仔细看 这个书雅是犹大的岳父 他娶的是书雅的女儿 所以他的妻子的名字都没有出现 总之就是一个迦南人 上帝应该就是不喜悦 那除了不喜悦这件事情之外 这个他的迦南帝的这样一个妻子 为他一共生了三个儿子 那圣经里面又有讲到他前两个儿子 大儿子他长大之后呢 娶了一个女子叫他玛 这里面没有讲他玛是哪里的人 我们不知道 那然后呢 这个他玛 这个尔呢 大儿子叫尔 娶了妻叫他玛 这个尔呢 他是作恶在耶和华的眼中 圣经没有讲他是什么样的恶 但总之他是一个上帝 证悟的一个人 所以上帝就把他击杀了 他就死了 死了的话呢 按照当时的一个风俗或者传统 就是这个弟弟要 为哥哥要留后代 所以弟弟就娶了这个他玛 也是犹大的这样一个安排 那他这个弟弟叫什么 叫这个俄男 这个俄男就 这个可以叫恶心几个词了 是不是 就是说你想到他做的事情就知道 这弟弟跟他的这个去世的这样的一个哥哥的太太同房 目的是要给他的哥哥留一个后代 但他的弟弟居然最后不让他的这个哥哥的太太怀孕 就这件事情 所以上帝也是非常非常地可以看到 发怒 也把他给击杀了 击杀之后呢 这个犹大就 作为这个父亲 他就有点怕了 就说 他就三个儿子 这两个儿子莫名其妙地都死了 那第三个儿子当然还没有长大 但他就在想 这个第三个儿子长大之后 还要不要娶这个他妈 然后再留一个后代 所以他就很纠结 所以他就 就告诉这个他妈 他说什么呢 就说你回去 你先 这个 等我通知你 就是说 等这个 这个第三个孩子 第三个孩子应该叫他拉 就是说等他长大 是拉 他叫是拉 等这个世拉长大以后 这个你再回来 所以 大家如果 再了解多一点这个文化的话 就是说 其实他嘛 这个人 他应该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 以自由之身离开的 并不是说他一定要在这个地方 当然他要离开的话 他是要经过这个犹大的同意 那很明显 犹大没有往那个方面去考虑 犹大就说 我的老三年龄还小 你先去守管 然后等老三长大 你们再成亲 那如果放到中国的话呢 其实中国我们有一些文化 也可以参照 就是说 在 应该在近代 至少一百年前吧 还有这样的事情 就是如果大户人家 娶妻 然后 这个 如果这个人 就是说 大户人家的儿子娶妻之后 如果这个儿子死了 这个妻子就变成寡妇了 那 基本上来讲 是会给他一点 时间 就是说 有那么几年的时间 就是说你守寡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有了 其他的想法 要改嫁 是可以去改嫁的 是有这样一个时间窗口 如果不改嫁 特别是当这个守寡的人 这位女性 如果她有了孩子的话 她觉得我不改嫁 但是我 把孩子照顾大 那 过几年之后 一些宗族 在中国的这个乡村的文化里面 基本上就要 就要做一件事情 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说 OK 如果说你不改嫁了 然后又要把孩子拉扯大 那就要立一个牌坊 这个叫做贞洁牌坊 这个贞洁牌坊一立的话 就已经宣告 这位这个女人的命运 就是说 她终生都不可以再嫁人 不可以改嫁 因为牌坊立起来了 或者再讲的绝对一点 就终生你都不可以有任何的 跟异性之间有一种 跟异性之间有一种 曖昧啊 或者说是奸淫啊 通奸之类都不可以有 如果有的话就怎么样 就是电影里面的情节 就是 所谓的奸夫 淫妇 抓到之后 在中国的文化 就是要进猪笼 抓了以后绑起来 丢到一个大筐里 两个人一男一女 然后在全村人的见证底下 然后要宣告他们的这样一个罪 然后就丢到河里 就淹死了 这还是美其名曰叫伸张正义 那这个前提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寡妇如果已经立了牌坊了 她就不可以再改嫁了 也不可以再有别的什么 自由恋爱这些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理解这个文化的话 就知道到了这个塔玛那个时候 就是两个 她两任的丈夫都去世的时候 她是可以离开 当然她也回到她父亲家了 对吧 但是犹大没有允许她离开 这个是犹大对她的一个控制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诡诈 犹大里面这个诡诈 慢慢地显明出来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士拉长大了 成人了 可以去这个 取这个塔玛的时候呢 犹大就装不知道了 这件事情好像就 就好像就不了了之一样 然后呢又过了一段时间呢 这个犹大的妻子也 她也死了 就是这个舒雅的女儿也死了 哇 然后她嘛 就做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 整个来讲是在创世纪38章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 哇 这个38章不要看 好恶心 好羞耻 好这个见不得人 大家千万不要这样想 如果真的是那样 我们在讲台就不会讲这一部分 但是 如果你跳过38章 你觉得这个什么 儿媳妇跟公公 怎么又发生关系 然后儿媳妇又打扮成妓女的样子 怎么怎么样 如果你把这都跳过去 你觉得这个就是 就是人在那里 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其实我们就错怪了 至少错怪了她嘛 而且我们也没有看见上帝的手 在这个背后 那上帝的手到底在哪里呢 讲到她嘛 她嘛 她一直很明显 她有一个心愿 就是要为这个犹大这个家传后 要为这个犹大这个家 生一个后代 这是很明显的 否则她不会 做后面的这些事情 那 生一个后代 两个儿子 就是她两任丈夫全部都死了 她还在等第三个儿子 跟她成亲的时候 第三个儿子 因为那个犹大诡诈 所以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她嘛呢 她就想了一个办法 大家如果仔细想到 就是说她嘛 这位女士真的不是一般人 她绝对不是从所谓的淫乱 这些什么角度去出发的 她觉得她要给犹大家族 生一个后代 如果她会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士拉 大家有没有想过 士拉如果有一天突然死了 那犹大家族就没有后代 就断了 因为犹大的太太也死了 对不对 这个儿 这个叫什么 儿和儿男也死了 三个儿子都死了 然后那犹大 她怎么 除非犹大再娶个妻子 对不对 所以她嘛 她就以这样一个角色出现 她打扮成妓女的样子 当犹大去到这个 亭拿去的时候 她在路边 就以妓女的这样一个装扮 吸引了犹大 犹大就跟她发生了关系 所以这里面可以看见她嘛 她首先她不是一个 愿意做妓女 只不过用这个方法 才能够没有任何阻碍地 跟犹大有这样的肉体的关系 同时她嘛 就是因为犹大 首先做了不义的事情 就是把她晾在一边 不让第三个儿子 在年龄合适的时候 跟她结婚 以至于她嘛 她的心愿 一定是为犹大家要留后代 所以犹大就跟她的公公 发生了这样的关系 这个再往后看 我们会知道 犹大讲了一句话说 她比我有益 她嘛不是一个糊涂人 那如果说 她嘛跟她的公公 发生淫乱 如果这样下定义的话 她嘛其实可以有一个 时间点 就是说犹大的妻子 还没有去世的时候 她嘛会不会 用一种引诱的方式 跟这个公公同房 然后说 为这个犹大家立一个 就是生一个后代 她也可以这么做 但那个时候 就一定是淫乱 因为犹大的妻子 是还在的时候 所以你看她嘛一直等 她等了两个时间点 第一个时间点 就是士拉长大的时候 她等着要跟她成亲 但是圣经里说 过了很久 然后再一个时间点 就是什么 就是犹大的妻子 去世之后 她嘛看到这个时候 她可以 不再背负这个 我们讲的淫乱的这种 这种罪名 她最后就是 应该讲她很有勇气 这样的女性 真的是很有勇气 她最后去 以这样的方法 和她的公公 有这样的一个肉体的关系 然后生下了孩子 那这里面呢 就是犹大也很有意思 犹大遇见她嘛的时候 她就说 我们来同情 她嘛就说 那你给我什么呢 要有交易嘛 对不对 肉体的交易 犹大就说 哎呀我给你一只羊羔 现在没有 回头给你 她嘛说 那你现在给我一个 Pledge 就是这个 我们讲押金 圣经里面翻译是档头 那犹大就把档头给她 这个档头也很有意思 犹大居然把自己的印 把这个袋子和这个杖 那杖呢 是她走路啊 赶羊啊 这样一个辅助工具 这个印就很重要了 那个袋子呢 如果看英文 它是Cord 就是那个 像栓的绳子一样 或许那个印呢 跟袋子是很紧地绑在一起 所以 那个袋子 大家可以忽略 就是说 它可能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 就是把那个印绑在身上 但是印就很重要 印 如果放到现在 我就在想 或许就是我们的ID啊 可能就是身份证啊 对不对 那个印啊 每个人有不同的印啊 那如果再 没有那么绝对的话 或许这个印就是 犹大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代表他个人身份的东西 所以犹大就 居然给了他嘛 给了他嘛 然后回到他想去换的时候 把它换回来 他嘛不见了 犹大就觉得 算了算了 这个事情也搞不懂 怎么回事 后来再往后 那他嘛 怀孕之后 那有人就告诉犹大说 哎 你的这个儿媳妇 做寡妇的这个儿媳妇 做了妓女还怀孕了 犹大说 把她拉出来烧了 那刚才我们跟大家讲 这个中国的文化 其实就帮助理解这一部分 就是说 就像中国讲的这个 立了牌坊的一个寡妇 如果发现她居然 万能其妙地怀孕了 那毫无疑问 就是进猪笼 而且在进猪笼之前 肯定要问 说这个孩子是谁的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 他妈的身上 所以当他们抓他妈的时候 他妈就说 哎 你别急 把这个拿去给我的公公 这个什么呢 有印 有袋子 有杖 就说这个东西是谁的 就是谁的 这个孩子就是谁的 所以犹大一看 他妈比我有益 因为犹大知道自己 错在哪里 因为犹大是用一个诡诈 来对待他妈 那他妈他的想法只有一个 就是虽然他的丈夫死了 但是他要为这个家族要留后代 所以他是要完成自己的一个 履行自己的一个使命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他妈这个人真的不是一个普通人 他真的是一个有勇气 而且也是被逼的应该说 没有其他的选择 那如果再往后看 说这里有没有上帝之手 有 因为在38章再往后看 就是说他妈要生产的时候 是一对双生 生了双胞胎 那上世纪里面 除了这个雅各一嫂是双胞胎之外 那就是犹大的两个儿子 就是叫法勒斯和谢拉 哇 这两个儿子不一般 如果再往后看 《马太福音》里面第一章 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 讲到犹大从儿妇他妈是 生了法勒斯跟谢拉 然后法勒斯再往下 就是大卫 所以耶稣基督那个家谱往上 算到大卫 算到犹大 是跟那个第三个儿子 施拉没关系的 是法勒斯 就是他妈生的这个双胞胎 其中的一个成为大卫的祖先 也成为进入耶稣基督 这个家谱里的人 然后你说 这有没有上帝之手 一定有 为什么 大家看到 犹大两个儿子 作恶 被上帝击杀 然后上帝让他妈 重新生了两个儿子 作为一个替换 这一定是上帝 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在里面 所以至少从法勒斯这个角度 如果他最后成为 耶稣基督家谱里面的人物 你就知道 上帝没有计划让施拉 就是这样一个迦南人 他的母亲的名字 在圣经里面都没出现过的 来生的这个施拉 来承接耶稣基督的这个家谱 这是在上帝的手中 有特别的作为 所以这犹大第一次出现 其实不光彩 对吧 对不起 不是第一次 第二次的出现 其实非常的不光彩 那再往后看呢 就是当 当这个 在42章里面 因为这中间 又发生了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讲到约瑟 约瑟他怎么样在埃及 进监狱 受冤屈 然后被提升 做一梦 上帝怎么与他同在 最后被提升成为 埃及的宰相 就是我们讲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然后他预言说 有七个丰年 然后有七个荒年 到了荒年的时候 整个埃及 包括迦南地 就整个中东那一带 全部都是 大汉 就是 荒年 那然后呢 迦南地也没有粮食 怎么办呢 这个 雅各 就叫他的儿子们 就说 十个儿子 就不让边亚敏去 把边亚敏留着 让他的十个儿子去 听说埃及有粮 就去迪粮 那个字 叫做迪粮 那去迪粮的时候呢 就遇到这个 约瑟 因为 这个 外面的人 就不在埃及本地的人 来买粮食 看来这是 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是吧 不能轻易地给他们 所以约瑟要去 见他们 所以见到之后 约瑟就认出他们来 认出他们来呢 等一下我们会讲约瑟 他确实真的太有智慧了 认出他们来 约瑟知道 这是他的十个哥哥 然后约瑟也给了他们粮食了 给了他们粮食 然后呢 但是 他就说 中间我们很多就略过 约瑟用了一个方法 就是说 你们这样吧 就是说我要留一个人 扣押在我这个地方 然后你们要把最小的那个 你们家里最小的那个叫变雅敏 把他带过来 所以约瑟就扣了一个人 这个 扣了这个十个兄弟里面的其中一个 让他们把这个变雅敏带过来 换句话来就像是交换 交换人质一样 那你说约瑟有没有风险呢 就是说扣留了以后 如果他们就不要这个被扣留的 这个其中的兄弟了 然后就变雅敏也不来了 约瑟其实算得很清楚 因为知道他们拿回去的粮食 不够吃的 就是吃一段时间 肯定又吃完了 所以约瑟就 他就不信他们不回来 就那九个回去的兄弟 他就不信他们不回来 而且他相信他们回来 一定会把变雅敏带回来 所以约瑟就堵了这样一把 就是说 我要扣押你们一个兄弟 你们把那个最小的变雅敏带过来 那再往后呢 那其实当约瑟这样讲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在圣经42章 《创世纪42章》里面 这些弟兄们 这十个人 其实就后悔了 他们就说了一句话 就是在PPT里面 最底下这一行说 哎呀 说我们在兄弟上 实在在约瑟的身上 当年我们害约瑟 实在是有罪 他哀求我们的时候 我们看他这样筹骨 我们居然狠心硬心 不救他 还把他卖掉 想不到这个苦难 临到我们身上 他们就开始有一定的反悔 但在这里面 整个的关于犹大 没有特别的记载 他应该也在这个反悔的 就是说后悔的这些人的里面 这是他的一个心态 但是他没有讲特别的话语 我们也没有看到 他有什么特别的表现 但是回去之后 他就有特别的表现了 回去之后呢 因为他们粮食吃完了 谁都不愿意让边安敏来 特别是雅各 就是他这个爸爸 不想让边安敏来 但是呢 大家说没办法 粮食吃完了 如果再去敌粮 我们要去换 被扣押的那个弟兄 要换的话 才能拿到粮食 而且反正总之就是死 如果不去 我们就饿死 去的话可能边安敏拿去 把它送过去 可能也死 那怎么办 那这个雅各这坚决说不同意 说你们这简直是要害死我了 对他的儿子说 最后犹大就劝他说 这样吧 就是说 因为大家都不能饿死 对不对 犹大对他父亲说 你打发童子和我童去 我们起身下去 好叫我们这些人不至于饿死 包括我们家里都得存活 不至于死 然后呢 这是在《创世纪》43章里面 然后他说什么 他跟他父亲有一个启示 他说 我为他作宝 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 我若不带他回来 交在你面前 我情愿永远担罪 所以犹大等于是 把自己的身家性命 都压上 压给谁 压给他的父亲雅各 他就说 如果这个弟弟跟我们去 因为要 为了要敌粮嘛 如果这个弟弟跟我们去 有什么三长两短 有什么生命的意外 我替他来担当 就是说 这个事算我头上 而且我一定会负责到底 甚至愿意永远担罪 就是说他打宝票 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 好了 那接下来他们就去 埃及第二次敌粮 这个第二次敌粮也是很有意思 就约瑟见到他们以后 哇 看到变阿敏也很高兴 但是约瑟 他就不认 他就不 那个时候 他就不认这些弟兄们 这些兄 十个哥哥们 他就不去认 也不去跟变阿敏认 我有时候就在想 约瑟晚上偷偷把变阿敏 叫到屋里就行了嘛 对不对 我是你哥哥 你不要告诉他们 但约瑟 他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计划 约瑟这个计划 我们说这个 神给约瑟智慧 确实真的不一般 那约瑟这个计划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他先给他们粮食 然后说 啊 很高兴 你们走吧走吧 就把他们全部都放了 包括原来扣押的那样一个 十个人的其中一个 但是他告诉仆人说 把我的那个银杯 放在这个变阿敏的这个口袋里 让他们走 他们走了很远了 离开约瑟家也出城了 约瑟派人说追 把他们追回来 把那个杯拿出来 就告诉他们说 偷我东西了 我要把他们抓起来 就是犯法了 哇 所以这些人 当他们 托了很多的粮食 离开城 离开约瑟那个城 准备回迦南的时候 居然没想到 这个天大的灾祸 临到他们 就约瑟的仆人 追上他们说 你们偷我主人东西了 他们说不可能 说你在谁 那个袋子里拿到 就把他抓回去 对吧 就是罪有应得嘛 结果一看 哇 居然在 在变阿敏的口袋里拿出来 这是在 创世纪四十四章 哇 这些人 拿出来之后 这些人还真的挺有道义的 就是这十个哥哥 就马上一起 跟这个比亚明 一起回到约瑟那里 就等待刑罚 等待审问 然后约瑟就责问他们 说你们怎么做这种事情 对不对 那犹大说 犹大就 他就认了 他就说什么呢 所以犹大很有意思 你看他不是长子 从第一次敌梁开始 他就开始主动讲话了 也不知道是谁 给他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位分 就是说或者一个授权 包括到这个 第二次敌梁 他就成为一个主角 所以犹大就说 哇 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我们怎么能够 表白我的一个清白 对不对 那既然你看出我们有罪 他说这样 我跟 就我们呢 他只是那十个兄弟 我们跟这个弟弟一起都做你的仆人 就是做你的奴仆 就等于我们 放弃我们的这样一个 所谓的人生自由 因为你要处罚我们 我们就给你当奴隶就好了 然后约瑟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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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瑟说不行 约瑟说 我没有那么刻薄 我没有那么不讲理 约瑟说 我就要拿我 偷我银杯的那个人 你们都走吧 约瑟说 你们这十个人可以都走 因为那个银杯 是在那个最小的弟弟身上拿到的 所以约瑟很讲理 我在谁的手中搜出杯来 谁就做我的奴仆 你们平平安排 去吧 去吧 哇 大家有没有想过 约瑟真的太聪明了 为什么呢 因为约瑟到 在那个时候 他一定还没有饶恕 他十个哥哥 把他卖掉的这样一个罪 所以约瑟其实是要有一个切割 约瑟用这个作为理由 就把他亲弟弟留下了 剩下那十个同父异母的哥哥 对不起 拜拜 你们走 我也不追究你们 但从此以后我们就一刀两断 那约瑟 约瑟还有个爸爸 雅各在家怎么办 对于约瑟来讲 这个都不是问题 对不对 先把约瑟留下来 兄弟两个先相认了之后 然后将来 再派个人去 加南地把雅各接来就完了嘛 对不对 剩下那十个哥哥 你们就好自为之了 总之咱们就井水不犯河水 这一定是符合约瑟的想法 因为他在这个事情当中 非常的缜密 他非常有智慧 所以对于这十个哥哥来讲 就面临一个选择 就是约瑟说 你们走吧 我只要拿我银杯的人 这十个哥哥 如果是我 我可能想 算了 那就走吧 对吧 好不容易有机会 我就走吧 哇 别人都没说话 尤大就出来了 哇 尤大 你看到没有 尤大这个人 不一般 尤大出来了 他就来劝约瑟 他也不是跟约瑟吵 他也不是什么 他把实情就告诉约瑟 换句话说 尤大不想走 为什么不想走 因为尤大他心里知道 他临出来的时候 跟他父亲做宝了 做担保了 说我一定担保 这个弟弟平安地回去 所以尤大居然敢靠近 大家如果看第四十四章 就是这个经文 他靠近约瑟 哇 你会发现 很不一般 约瑟那个时候的威严 如果你看到考古 埃及的所谓的行政体系 或者是皇权体系 就是说皇帝 大臣这些人 他们前呼后用出城 有人开道 有人敲锣 有人可能吹号就那一类的 然后在府院里面 就是什么首相府啊 这样的一个宰相府里面 他都是有戒备规矩森严的 这些外人来到那里 稍微说错一句话 可能就没命了 但是尤大靠近约瑟 他说 我主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 就说你上次告诉我们说 你们有没有兄弟啊 我们就实话实说告诉你了 对吧 我们还说了说 我们有一个最小的弟弟 是我父亲年老的时候 生的一个小孩子 然后呢 告诉你之后 你就说 哎 你要把他带过来 你要不下来 不把他带过来 你们就 你还扣押了我的另外一个兄弟 对吧 而且你以后就不要再来见我 如果要来见约瑟的话 一定要把他带来 尤大就说 那我们是想带他来啊 但是我父亲不同意啊 对不对 我父亲说 就这么一个孩子 怎么可以这样子 把他带去 我们就劝我的父亲 那尤大就说 说 如果不把这个兄弟 小兄弟带去 我们就 不能再见你 因为这是你的 前提条件嘛 是吧 但是我今天呢 但是我今天呢 我把这个小兄弟带过来了 对 尤大就说 我今天把我这个小兄弟带过来了 带过来 但是我是跟我的父亲做了担保的 而且呢 因为我父亲跟这个孩子的命是相连的 他这样讲 他这样一讲就不一般了 他上升了另外一个高度 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把这个孩子扣在这 我父亲那肯定死 因为我父亲是 不能够接受他这个孩子 从此就不见了 这样一个结果 跟我的父亲的命是相连的 我父亲一定死 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做 尤大说 可不可以这样 就是说 我来替他 尤大说 现在求女仆仆人住下 替着童子做我主的奴仆 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 所以从这里你看到没有 尤大没有人讲这个条件 是他自己想出一个条件 他说我现在宁可替我这个弟弟 当然我们知道 约瑟的为人我们知道 他也不会滥杀无辜 但是基本上如果是 作为陌生人来讲 尤大基本上就把命就放在这 他的所有的什么家庭啊家属 在加南地那些 他都不管了 他现在就说 就有一个条件 就是只要能救我这个弟弟 我现在替他当你的这个仆人 我把命就放在这里 哇 所以你看到没有 约瑟的想法我们刚才分析过 他就是想说 你们十个人卖了我 现在给你个机会 你走 把边安民留下 然后咱们就井水不犯河水 因为不会跟他相认 但是现在约瑟一看 哇 相信约瑟都被打动了 因为如果再往后看下一场 约瑟就大哭 然后就 他说我是约瑟 他就认了他的这个十个哥哥和一个弟弟 那约瑟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突破 就是尤大突然 这样一个当年 建议说 哎 把约瑟卖掉吧 这样一个人 居然在约瑟的面前 对约瑟说 我替我这个弟弟 做 这样一个人质 我把命放在这里 只要你叫他回去 所以约瑟是深受感动 所以约瑟就认了 跟这个十个哥哥和这个弟弟就相认 所以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是在整个创世纪里面关于尤大的记载 就到这里了 就到这里了 如果我们再往下看的话 那如果到了新约 你会发现 其实约翰福音里面 耶稣讲过一句话 耶稣说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 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 第十五章的十三节 然后呢 同样的一个作者 也是约翰 使徒约翰 在后面 当他年老的时候 他写了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节里面 使徒约翰又特别说了一句话 说 主为我们舍命 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 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所以如果从这两个经文 你会看到 其实犹大 他最后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为弟兄舍命 这个如果是他人生的最高点的话 也确实是他人生最高点 我们发现 就是说 曾经一个卖弟兄的人 最后是为弟兄舍命 所以他一定是在上帝的眼中 上帝是非常非常认可 犹大这个人 所以怎么样 所以上帝就会祝福他 所以在民书记里面 犹大支派能打仗的战士是最多的 在民书记里面 那朝东的 作为先锋部队的 犹大和另外两个兄弟 这个族群的支派 他们作为先锋部队 又是担当最大的这种作战任务 或者说最强的这种的作战任务 那不但如此 大卫 就是我们刚才讲 一开始讲过 大卫他也出生在犹大的支派 那然后呢 耶稣基督的家谱 耶稣也算作犹大支派里面 所以如果我们说 这所有都是偶然的 跟犹大这个人没关系 那一定是不可能的 所以为什么跟 为什么在犹大好像特别有这样的恩宠 其实就是跟犹大最后 他的人生的反转 一定是离不开的 这样一个曾经卖弟兄的人 最后是为了弟兄 他可以舍命 他可以豁出去 所以这个人 在圣经里面一下子可能我们就过去了 但如果你仔细看 这个人真的是不一般 也包括他的儿妇 他嘛 也真的不是一个普通人 他不是在一个淫乱的里面 不是在一个所谓什么乱伦的里面 做这样的事情 他是要为犹大加生后代 是从这个角度来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犹大说 他比我还有意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 圣经里面就是犹大的记载 看到他的人生 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生 虽然过去 用现在的话是不堪回首 就他到年轻的时候 真的是不堪回首 离开父母 离开兄弟 跑去迦南地 明知道神说 不能娶迦南地的女子 他非要娶一个迦南地的女子 生了两个儿子之后 又被击杀 然后又发生了种种这些事情 但最后 有人说 那犹大这个事叫自我救赎 其实一定不是自我救赎 我们相信是上帝有一个手 一直在带领 只不过是一个在暗处的 那如果在总结犹大的时候 最后不得不提的一段经文 就是雅各在临去世的时候 他招他的十二个孩子 就是到他的床前 他为每一个支派 都有一个预言 有一个祷告 所以雅各在对犹大支派祷告的时候 他说 在《创世纪四十九章》 雅各说 卧如公师 敦如母师 谁敢惹你 归必不离犹大 仗必不离他两脚之间 只等戏罗 就是次平安者来到 万民都必归福 这里面 如果你看解经的 很多方面 讲得非常具体 比如说后面讲到 只等戏罗 就是次平安者来到 万民都必归福 就是讲的预言 就是耶稣基督 要从犹大的后代里面产生 家谱里面产生 那再往前看呢 就是说 明明约瑟做的梦 是他的那些哥哥们 向他拜 对吧 结果最后 雅各发预言说 你父亲的儿子们 必向你下拜 哇 犹大那个时候变老大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当然如果 支派来讲 就是说最后是 约瑟 他代替了这个流便的 这样一个长子的位分 因为流便的 犯了一个淫乱的罪 但是在 在这个我们讲 就是power来讲 就是说 不是一个位分 而是讲 他的这种能力来讲的话 他的那些兄弟们 见到他 甚至还要下拜 所以说犹大是一个狮子 他是一个能征战的勇士 甚至雅各说 你弟兄们必赞美你 所以犹大得到 这么高的一个评价 评论 应该说不是偶然 这就是我们讲 整个的一篇信息 如果大家 回去再查考的话 你会发现 因为犹大 他整个人的人生 最后到了一个顶峰 他为弟兄而死 他愿意为弟兄而死的时候 上帝的恩高恩宠 祝福就临到他了 所以愿神 真的是在我们的 每一个人的身上 其实都有这样的工作 就是不管你过去 你的过去的光景 如何的颓废 如何的不义 如何的作恶犯罪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 在这个信仰的里面 你认识神 你真的是活出了 神所喜悦的 神一定不会亏待你 神一定会在你的身上 来成就 他这样的一个 非常美好的计划 并且不是你自己能做的 乃是神 他要在很多时候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讲传承 就是这个原因 那犹大的恩高 最后传承到他的一代一代 传承下去 这样一个人 在篇幅上 文字上 不多的一个人 但居然会有 后面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不是偶然 乃是他 整个人生的一个反转 所造成的这样一个结果 好 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 亲爱的恩主 我们感谢你 愿你借着我们今天的信息 能够感动 更多的弟兄姊妹 感动来到我们当中 各样的福音朋友 我们知道 就你是信实 公义的那一位主 你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你必追讨他的罪 但是你也是信实的神 每一个人在你生命中 在你的面前 他们的生命 真实地活出来 与你的互动 真实地活出来 那蒙你喜悦的见证的时候 你的恩高祝福 就必不离开他 你就在他的身上 要彰显 你一切的旨意和命定 愿我们每一位 在而是当中的 每一位弟兄姊妹 能够听见这样的道 就去行 知道我们 无论过往 如何的不堪 如何的黑暗 但是在主的里面 我们如果有人在基督里 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就是以过 都成为新的 愿我们 不管有或是没有 类似犹大过往的经历 我们都能够忘记背后 努力前面 向着你给我们的标杆 直跑 相信神 是那一位 慈爱 怜悯 恩惠的主 相信主 是那一位 在公义 在各样的事上 掌权的神 我们感谢你 愿你继续 祝福带领我们 谢谢主 听我们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